现在选战进入最后关头 蓝绿激战区里是纷纷互相爆料 捉对厮杀 国民党立委蔡振元 今天就指控时代力量候选人林长佐 他高喊反服貌 但是他的母亲却在大陆当职业会计师 大赚人民币 除了立委陷入了混战 这次有18个政党要抢攻政党票 其中国民党和新党要争不分区的席次 国新合不合 就看周六的大游行 新党会不会参加 总统头一号政党支持谁 泛兰势力各抢各的票 不过选前黄金周传出国民党 为了雇政党票 国新合作就快撕破脸 蓝营周六大游行 更没邀请新党参加 不会我们也邀请余主席 欢迎大家都来参加 大家所有的人都来参加 我会请他们跟余主席联系 蓝营想要集中选票 多添几席 传出黄复兴党部呼吁选民 指出新党无法跨过政党门槛 选票形同浪费 要蓝营支持者票给国民党 国新合作 如今只能兄弟登山 国民党作为泛兰的老大哥 应该要有点大度嘛 所以你席次再多 国民党就是一个党 蓝营的政党不再加入新党进去 那我们说输人不输政啊 未来就可能是国民党一个党被打到趴 18个政党抢票 兄弟党都上演立委大混战 其他小党同样争着出头 找台中市长林佳龙帮忙扫街 时代力量林长佐选情步步进逼 但是不是选情看好度上升 选前黄金州遭兰英立委指控 母亲黄慧英在大陆海峡会计师事务所 当职业会计师 林长佐却高喊台独反服貌 黄慧英除了拿了中国大陆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 然后同时在大陆职业14年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台独双面人的面貌 应该让台湾人民知道 我母亲她不只在台湾 有这个会计师的学位 在美国 在中国大陆 她都曾经攻读过这些学位 就是为了服务全世界的台商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 但是为了选举就极尽抹黑扭曲知识 那这个当然是蔡振元 可能大家也都看得很习惯 蓝银锦咬时代力量黄国昌 林长佐家族成员背景 亲中反中全被放大检视 2016小党百家争鸣 立委护咬 泛蓝也出现分裂危机 原TV科长吴丞翰刘一轩综合报道